虚空震颤之中 弹云体内的骨头传出圣人的嘎吱之声 旋即身体泛出淡淡的金光 紧接着身形骤然暴胀至三十丈之军 除了他的头发还泛着乌黑光泽之外 他的双手双臂 英俊的五官乃至全身都变作金色 一股狂暴的气息自体内迷茫而出 使得方圆千丈内的夜空 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漆黑裂纹来 弹云感受着体内澎湃着前所未有的力量 尤为振奋 而金火妖狼一族 望着弹云的瞳孔里 皆透露着震撼之色 苍穹中想将弹云置于死地的一众老祖 更是彻底被惊呆了 他到底修炼了何种炼蹄术 据老小所知 从古至今 人类无数修炼提树者 最多也只能让人高达二十丈 他居然已到了三十丈啊 是 是啊 他到底是不是人呢 除却拓拔营营之外 所有人心里都掀起了惊涛海浪 众人看着由金金颗粒组成的弹云 大多数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反观那熊啾啾气昂昂走向弹云的龙熊大统领 他高达二百丈的身躯猛的一顿 一双熊眼里溜露出诧异之色 你这个蝼蚁居然还能变身 倒是让熊爷爷非常意外啊 身高三十丈的弹云 也不过到他膝盖下方三丈处 他举高临下 毫不把弹云放在眼中 蠢熊 老子让你意外的地方还多着呢 哼 去死吧 龙熊大统领猛然掠过千丈虚空 他像踢球一样 粗壮而遍布青色龙铃的右腿 带着崩塌虚空砸响了弹云 给老子断 月光下 浑身散发淡淡金光的弹云 身形闪电般喘起败仗 旋即 身去凌空旋转之中 长达十数丈的右腿 带着空气爆破声 应声声与龙熊大统领的右腿膝盖撞在一处 轰的一声 龙熊大统领右腿膝盖处 龙铃此分无裂 血液四溅 咔嚓一声响起 龙熊大统领粗壮的右腿 已然血肉横飞 其内青色骨骼折断 血液喷涌之中 以及残肢已然飞离的身子 龙熊大统领发出杀猪般的惨吼 两百丈的熊躯自低空中倒飞而出 哼 你不是很嚣张吗 娘的 你接着嚣张啊 谭云音测测地笑着 化作一道金芒转顺追上龙熊大统领 抡起右拳便狠狠砸在其胸膛之上 碰的一声 龙熊大统领口吐鲜鲜 胸膛龙领散落 胸骨崩断 胸膛塌陷之中 已然被谭云一拳击飞万丈 重重砸在地上后 龙熊大统领不知生死 这一幕 把三千多头五阶生长期的龙熊 吓得是纷纷退后 望着谭云的一双双巨铜 诠释着何谓惊慌失措 在他们心里 六阶生长期的大统领 那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他们熊掌挠着脑袋 根本想不通这个人类 为何肉身会比大统领还要强悍 不仅他们想不通 苍穹中除了拓拔影影之外的 所有人都想不通 原本踏空而立的天罗龙熊王 此刻也有些懵圈 你那个凶的 都愣着干什么 给本王上都别怂 他俯视着有些害怕的三千多头龙熊 三千多头龙熊叫嚣着 便朝谭云奔腾而去 就在这时 谭云猛然抬起脚来 砰的一声 躲在大地之上 谁在上前一步 你们的大统领 就是你们的下场 顿时 那一众天罗龙熊 见猛吞口水止住身形 此刻模样退去些许凶狠之后 倒是平添了些许的哀蒙 同时也足以说明 他们虽然比金火妖狼一族威猛 但却并没有妖狼一族不畏生死的胆破 望着这一幕 天罗龙熊王气得是指挥熊掌 你们这群怂包软胆 气死本王了 待本王灭了这个人类 再来收拾你们这群闹祸 怒笑着愤怒着 天罗龙熊王俯冲而下 挥舞着一双熊掌 硬生生死碎夜空朝谭云扑了过来 不愧是六阶成年骑妖兽 其速度之快令人咄舌 但市长鸿蒙神部之后的谭云 比他还要快上无成 谭云小山般的神区 在虚空中接连闪烁两次 便夺开了熊掌攻击 宣祭 谭云贴着天罗龙熊王的身子左侧腾空而起 划成一道金色残影 掠上对方后颈 人类 你只是魂脉精六冲 你的速度怎么比本王还快 天罗龙熊王惊呼至极 只觉后颈上 他那威风凛凛的熊毛 已经被谭云死死地攥住 哼 老子让你嚣张 让你嚣张 谭云左手抓着熊毛 右手不断重重 一拳一拳砸在天罗龙熊王的头上 不消片刻 这熊脑袋便被砸得皮开肉绽 鲜血顺着伤口不断溢出来 谭云用了七成的力量 不断疯狂地 凿疾着天罗龙熊王的脑袋 血肉飞溅 逐渐迷糊了天罗龙熊王的视线 流血了 流血了 疼疼疼疼疼疼 人类 别打了 忍输 忍输还不行吗 忍输 那就臣服于我 然后我带你离开此地 重见天智如何 我都听你的 天罗龙熊王瑟瑟发抖 露出一副颇为憨厚的模样 可当谭云稍微放松的瞬间 天罗龙熊王巨筒里 漠然涌出一股奸济得逞的意味 安腿宁内那个凶 去死吧 他的龙尾毫无征兆 臭爆虚空 狠狠抽在了谭云的背上 暗闪